哎呦 漂亮漂亮 咱们今天查到这咱们请到老师去这边 有个开了很多年的绘饼 海鲜绘饼 今天带你们过来录一下 什么录 哎呦 你好 鼻滚 墨鱼 海虾 鲜肉 嘎啦的 三十五的 我觉得你在这边开了很多年了吧 差不多是五年了 在这开五年了 哎呦 这个海鲜绘饼厉害了 鼻滚 墨鱼 大虾 嘎啦 还有肉片 哎呦 嘎啦 嘎啦 三十五块钱 我不知道你满不满意 反正我觉得画面是真是不错 海鲜绘饼 就这一大包子海鲜 哦 这里面是摆的火烧哈 对 咱青岛当地没有说会饼的 都是叫会杠个头 会火烧 早几年青岛这边有会什么呢 有会杠个头的 有会火烧的说法 没听说会饼 这最近几年好像流行那么说法 咱也不知道发源于哪里啊 提到的饼吧 一般提到的是什么 大锅饼啊 没说是那个火烧不叫饼 在人家大集上了 郊州了 平都了 那青岛老师区好像做会饼了 总是做不起来 我像这个会饼店 该把门头上加上会饼两个字 而且干了五年了 很厉害 我搁上点辣椒不过分吧 我感觉它这个辣椒好像是还熊 看模样不像太霸道 来点醋 桌子上放大蒜 意思是你来可以扒一个 大虾 嘎辣 下面那个是鼻滚 大肉片 你这三十五块钱 你这花的 是有点热力涌眶了 料吃的 吃肉 这玩意儿不够的 你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硬的 是墨鱼肚子的 不能吃啊 看啊 看 这是墨鱼 我要是带着海鲜过来的话 你能不能给我加工商量 可以 只要不是太麻烦了 这也就这么些东西 那还挺好啊 你看人家吧 你要是自己觉得自己的海鲜 比较新鲜 你拿过来以后 你让它给你料在冰箱里也行 反正你该给你钱给你钱 你这地方停车好不好停车 行啊 反正没监控 是吧 我感觉你这大路应该好停车 我把车停在旁边了 这地方应该说 到了吃饭点了 人家不会太刁难你 应该是好停车 吃这个绘鱼 我有个很讨厌地方 就夹这个嘎啦 明面上吧 觉得不挺丰富的 你像我这样的不 不愿意说了的吧 你就得注意点 要不一项子一嘴下去 那嘎啦皮就进肚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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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